最終目的是這個 很詭異 Chair Bear Cafe 紅豉 吃韓燒加火鍋 我們最喜歡吃的麵包店 珍珠韋 Hello大家 Hello大家好 又是我們旅遊Buddy 這次帶大家逛Central World 帶大家逛了這麼多層 看看每一層有什麼看 有什麼買 我們事不宜遲 Let's go 我們現在走到第一層 一進門口就會看到有些設計師品牌 是一些泰國層的設計師 咦 這邊也可以做手信 我覺得可以買這些店回去 有泰國特色 然後又可以放在家裡做裝飾 這間PSI 料理我都吃過他們的曲奇 是真的蠻好吃的 所以都明顯得這麼多人排隊想買 但其實它只是一個車仔 放在商場的角落口 所以大家就不要預期它是一間很大間的店 Central Road一樓 角落口位置都會有一間Super Ridge 如果大家在機場或在香港的時候 搶不夠錢 都可以過來Central Road一樓 這間店 而且這間店沒有什麼人排隊 我覺得不需要大家花這麼多時間 接著就要帶大家去這個重點店 就是Good Goods 這間店都是很出名的泰國品牌 在H&M左邊轉一個彎 直走走 Good Goods是超多人 一進來門口已經有一個超大的 Good Goods Signature的袋子 帶大家快去走一下 這帝帽也挺漂亮 有一個簡單Logo 這些袋子也是超可愛 它是針直 有不同顏色 它現在還出香水 但剛剛聞了覺得味道 都是淡淡的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 但它是珍珠米味 珍珠米? 是呀 你不說我也看不到 這麼搞笑的 Jasmine Rice 平時大家吃的泰國米 也挺有趣 這個就是最受歡迎的那些籃子 這些袋子也覺得很漂亮 它有些好像棉皮的質地 然後是橡筊筊的 不漂亮 走完一樓的商場裡面 大家也可以走到外面的地方 因為它外面經常會有不同主題的市集 booth等等 今天的主題就是榴槤 水果節 超多榴槤 超大的榴槤 山在後面 有山竹 紅牡丹 最終目的是這個 超多榴槤 但沒什麼味道 只要走進來 如果不喜歡吃榴槤 也不會覺得臭 因為它不是很濃的味道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長期買夜市食的市集 它長期都會在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有什麼味道 這個魷魚一串 燒200塊一串 有看我們吃的影片 吃的價格是什麼 其實這裡的價格有點貴 比外面的 平時的夜市 因為我們平時夜市的一串串燒 魷魚的 全部都是十幾二十元 但這裡 貴超多 上到二樓了 這裡有一間超大的榴槍 全部一加一買一送一 韓國糠也有得買 現在這裡泰國的美妝 混在韓國那邊 這三號很合得多漂亮 這三號 而且超便宜 279元 這就是近來很Hit 很多人討論的變色燕脂 這裡也有得買 199匹而已 嘩 二樓這邊完全是玩的地方 好像冒險樂園 很多這些機器 還有前面有個旋轉木馬 帶大家去前面看看 剛剛經過它是會轉的 現在不知為什麼停在這裡 然後對面還有溜冰牆 超大的溜冰牆 嘩 這裡是什麼事 變了型的美卡超 這裡應該是可以租的車子 然後騎 很詭異 為什麼泰國的手這麼長 五分鐘就五十克 都可以的 二樓這邊是附著BTS站 乘地鐵走或乘地鐵來 都可以在這一層穿過去 就是在Castify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三樓 這層開始就會有一些餐廳 例如有這間吃魚的餐廳 然後前面又是有一間 很有名的沙冰的泰奶 它是濃郁一點點的 比起泰標奶茶 這一層除了餐廳之外 也有其他運動品牌服裝 例如Office或BTS之類 然後在前面 就是我們最喜歡吃的麵包店 有些麵包是超級好吃的 這個是蘋果撻 這個我們也吃過 好吃的 還有麵包包 這個也好吃 我們來到四樓了 四樓大部份都是銀行 還有一些電信公司 電器公司 所以這層都沒什麼好說 我們可以 skip 不過這層有Watson市 除了下面標柱人可以買藥妝之外 Watson市這邊都可以買 接著我們去到五樓 這裡有一個超大的位置 是放這些手工藝品 是夏日風情的袋子 這個挺有趣的 竹籃仔 它挺聚首的 六樓就有不同餐廳 例如香港人最喜歡去吃咖喱炒蟹的 健興酒家 還有Cara Bear Cafe 這個Cara Bear Cafe 除了有娃娃買 還可以吃雪糕 甜品仔 但是它吃的位置就是這樣 很小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你過來買娃娃 會比我來吃東西好 拍照 跟佛大的Cara Bear也拍照 因為門口有一個超大隻Cara Bear 但它的眼睛很奇怪 你咳了我半邊臉 我更奇怪 還有我們之前來吃過的Shabushi Shabushi 還有這個Shabushi Shabushi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裡面有什麼吃 可以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還有這一間鋸扒 經常比超級高 又便宜又抵食 還有標誌著幾克的Potein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大家 如果你來泰國 吃了太多餐泰國 你想轉口味可以試試這間 我們上來七樓 七樓都是有一些餐廳 有Tops 還有電影院 除了普通餐廳 還有Food Court 在Tops裡面 叫做Food Hall Food World Food Hall 它寫Food World 哦 它有一個大名叫Food World 裡面 好像叫Food Hall 對 Food World裡面有Food Hall 你好像粗口一樣 我們都肚餓了 那我們進去Food Hall裡面吃了東西 這一層可以說是很多東西吃 不會選不到 不是 神經病 不會吃不飽 只會選不到 它是這個商場裡面很便宜的選擇 因為這個商場很多餐廳 全部都是 200克以上 對 200克以上 這裏就100克樓下 還有我看到有很多餐廳都是有米芝蓮 Logo 信心的保證 我們現在就買了食物坐下吃了 那我就點了一個酸辣湯的炸豬肉果條 那我就點了靠塞 就是泰北的咖哩麵貝雞腿和牛肉 這個果條就像一些麵條捲起來了一塊東西 然後它的豬肉都OK 上面的皮很脆 最好就是湯底我叫酸辣 但它不是很辣 所以我就可以吃 因為如果太辣我就吃 烤水是咖哩湯 一點點後會叫 不是因為不好吃 是因為我今天穿白色衣服 但是我覺得95克來說 很足料有雞腿和牛肉 7樓有一間餐廳我是挺推介的 就是後面這間鎮 它是吃和牛蓋飯的 把和牛蓋在麵園 上面有一塊蛋黃 還有超多炸蒜 超級棒 來到7樓最過頭的位置 就有這間是吃糖燒加打火鍋 是同時的 超棒 超高性格比 超級貴299 終於走完Central World了 走完7層很累 Central World真的很大 還有很多東西走 可以吃東西玩 還有買東西都在這裡做 又可以享受 所以我也覺得值得大家 抽半日時間過來的 另外半天做什麼好啊 另外半天做什麼 就記得留意我們下一條影片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給你的旅遊Buddy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